沒有酒店房要逼躺在旅遊巴 導遊失蹤、旅行團解散 本港旅遊業在新春期間再次蒙上污點 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認為 目前監管制度存在灰色地帶 不排除有本地導遊 和內地旅行社的職員接合、自行接團 香港如果要接一間旅行團 一定要有有排的旅行社 而這些有排的旅行社 一定要情報給香港的TIC 如果這些導遊自己接了團 而沒有情報了TIC 我相信這件事是導遊已經為了虧 而我們現在暫時沒有賴 去監管這些灰色地帶 所以我們都希望和TIC一起 去再研究一下 如何去採取這些監管的條例 來控制這些事情再發生 謝鑑婷相信這次是個別事件 可能和春節期間是旺季有關 如果我們的糧是600團 700團 因為你第一天來已經500團 我們需要用這麼多的導遊 人力物力 第二天再來 都已經差不多1000多團 香港基本上 最少都兩萬至三萬 所以我們在這兩天的接待能力 如果真的接不到 我們香港有排的旅行社 是絕對不會接的 會不會是這樣的原因 令到野馬旅行社 自己為了做生意 而自己行這個法律 我們都要研究 他呼籲旅客 要透過有信譽的旅行社報團 也都應該留意 團費是否在合理的水平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祖倫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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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